這個是車門 這個是馬車 是聽障興瑞藝術家張百順 今年受邀於屏東縣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分享創作歷程 現場展現出他的大型立體作品 我心目中的皇宮 農裝 及失落的文明 精巧程度令人驚艷 我已經看不到 我在右手摸 要用某一個作品 感覺 要比辦公 烤肉的茶子 念頭就是慢慢地做 今年31歲的張百順 是皮諾外南鄉人 他在兩歲失去聽覺 視力也慢慢退化 國小畢業時幾乎已經看不見 他勉強讀到國中畢業後 選擇在家自學 雖然他個性開朗 不過也曾絕望地懷疑活著的意義 直到有天吃著母親買回來的冰棒 開啟了他的創作之路 張百順我心目中的皇宮作品 獲得第三屆台中光之一郎創作獎 他的母親李美惠說 為鼓勵更多身心障礙朋友創作 他將百順獲得的五萬元首獎獎金 用來買畫回贈給一郎 眼睛看不見百順只能憑著對創作的熱情 用想像地慢慢創作出精巧的立體作品 他說只要靈感一來便費前往時投入創作 每件大型作品都要花近一年的時間打造 對於未來如何激勵自己持續創作 他很有想法 我這樣開一個按摩個人構思 還有這樣一個展覽的作品 給大家開啟啟我的作品 李美惠今天也分享了如何訓練百順 口語表達能力以及鼓勵他創作 鼓舞了這場所有人 真的給足了我們希望 而且他媽媽教的也很好 給足了家長真的很大的信心很勇氣 我們也期待透過這樣作品的一個展示 能夠讓更多身上朋友 也能夠激發他們能夠繼續創作 相信生命是無限可能 歡迎社區或者是朋友們 不管是身上朋友都可以一起來這邊觀賞 照副中心主任陳芬琴表示 張百順創作展將展至2月28日 歡迎民眾踴躍參觀 期望透過張百順的生命故事 及創作經歷 鼓勵更多身心障礙者 勇敢接受自己的障礙 挖掘生命更多的光彩 評論新聞張如荺 張志豪採訪報導